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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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情情是電影 一步一步一步 走過路無中的風景 有時精彩有時夾走的走向 心的苦笑一笑又一笑 臨心比歡歲快好比半山過年 有時爬走有時輕鬆路走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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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小心翁翁翁走 啊啊啊啊啊 陌生的感心 沒空在記憶的門訪我 聶頭看輸近 自然未來故意外 和感恩斑的君心比 無關獨得閃 感恩斤的心情 是幸福的水壯 你的智慧 你為什麼要說什麼就說什麼 嗎 沒辦法就沒辦法 師姐 我真的是很生气 才去不到三个月就回来 我真的是很不爱看 那边的状况 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你知道吗 纽西兰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 你要他们去体验那种 健苦之福的感觉 是很难的 他们只有养老院 只有游民 没有贫富 我根本没有孤额医院 至终 做任何的事业 都不是简单的 尤其是你的工作 如果真的和你简单 我早就早就早就早了 每个人的专材不一样 好了 彩雄姐 你是妈里想起了 你让至终好好地说 我还有我的苦衷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改善 其实 我已经在思考这件事情 要怎么收尾 师傅有讲 走着半路比走到目标 还比较辛苦 这句话你有了解吗 我当然了解啊 意思就是说既然已经发愿 订定目标就要走到底 停在半路比走到目标还要辛苦啊 对啊 这事情就像是爬山一样啦 你看光婷跟天昊啊 他们就想尽办法爬到山顶上面去 可是我们这几个年纪比较大的 就一直都是在半山腰泡茶 一直在找机会休息 贵美 你这样讲就不公平了吧 我每次要爬山宫顶的时候啊 就会被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干扰啊 你看你啊 你就是这样 总是让一些有的没有的来影响你 然后改变你的原来计划 说实话啦 我是真的很喜欢慈悸这个团体 它不只是信佛拜佛 还是走入人群的团体 真可惜啊 我恐怕已经没有办法为这个团体 做出什么贡献了 看来这个游戏啊 该结束了 改动最装饰品后 又不是只有在扭线才可以进行 我们还是可以互相鼓励 互相提醒啊 所以啊 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来 你看 这个啊 是我们当初约定的 只要你学到一张纸里面的一句近思语 然后把它应用在生活里面 提升了自己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句话给收藏保存起来 我光是理解跟背诵就很难了 更别说要运用到生活里面 你忘了 你是天才儿童 怎么会遇到问题 其实在回来的飞机上 我已经检讨过我自己了 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待人的问题 要让人家幸福啊 不只是身段要柔软 口气也要柔软 但是我没有啊 我很严肃 我还是用老师的这种身段 去管理大家 你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啊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管你会不会笑我 我还是要说 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真的受不了这种远距离的婚姻生活 我怎么会笑你呢 你不在我也不好过啊 既然我们两个都这么痛苦 那就不要分开喽 可是你忘了 我们之所以当初要分开 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更长久的在一起啊 你的意思我都知道 可是实在太煎熬了嘛 就是因为充满磨难跟修炼 才叫做修行嘛 不是吗 说真的啦 说真的啦 有些事情哦 还是要靠你自己去体会 毕竟你身在其中嘛 我想帮也很无能为力啊 你在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很幼稚耶 只要我们彼此互相信任 一起克服困难 根本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来证明啊 可是当初我们分开生活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才有共同的话题和具体的行为啊 不要这样啦 这是有纪念性的 可是你都不回去了 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也不存在啦 不要不要不要 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浇水 看小树苗的成长啊 一定很有趣的 对不对 想到当初要出发的时候啊 意气风发 结果不到三个月就要放弃 纽西兰负责人的生活 跟工作 贵美 我是不是很糟糕啊 看你自己咯 你心里面怎么样感觉嘛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觉得很不踏实 就像部队里那种弹身怕死 半路落跑的军官 贵美啊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怎么变得这么懦弱 我该怎么激进自己 没关系啦 不要想那么多嘛 反正都不回去了啊 你也这样想 我 我以为你会劝我回去 可是我后来想一想 你回来也不错啊 可以专心跟我一起做事务所嘛 你看有一颗发芽的小树苗 真的发芽欸 对啊 哇 哼 就是我 贵美啊 我是不是把自己的福 给随便移弃在纽西兰 刚去纽西兰的时候 每天睡不着 真的体会到爱别离苦的煎熬 真的后悔啊 在台湾的时候 为了赚补习班的钱 没有好好陪你 你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当初我希望你去纽西兰 休息你的原因了 当你在台湾的时候啊 生理人就在我的旁边 可是我就觉得你离我好远了 对不起 一直到那一次爸妈气到搬回去 我才终于明白 原来根本没有人可以改变你 除非让你离开这个地方 你用心良苦了 事情都过去了啦 不过刚刚听你讲这些话 我觉得 那些辛苦都值得了 人家说小别胜新婚 我和桂美却找不到那种激情和幸福 就像正在品尝失败滋味的战士 只剩下茫然 只剩下茫然 快计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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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什么 不要这样子 快计师不是要上课吗 今天不上课 看你们大家那么紧张啊 我真的要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以前让你们压力太大了 快计师不要这么说 你都是为我们好 你这么关心照顾我们 我们都知道 真的吗 不过各位 以后一样要考试上课 知道吗 我们很期待 我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 不要这么拘束 我们是一家人嘛 然后我希望办公室的气氛呢 能够很轻松很愉快好不好 继续忙 你们忙 很快继续忙 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差很多 我去泡茶给她喝 好 来 安长 各位黄阳天也补教生涯 其实还好 会觉得人生有过就很满足了 你真奇怪 我本來以為回來之後 會很眷戀 可是沒想到看到這些紀錄 好可怕 不知道那時候是怎麼熬過來的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你被錢迷你倒了 你不知道那錢有多厲害 他會有一個人生命都看不見 甚至我會用小孩去教我 這個 謝謝 謝謝 沒錢有錢的痛苦 有錢的時候 電動環都比較多 我一定拿一句話 不要貪就好 志忠 你有沒有發現你這次回來 改變很大 有嗎 你自己沒有發現 只要一個人改變 從他走路 說話 還有眼神 笑容都看得出來 貴妹 有沒有感覺 當然也有 我才去三個月 改變有這麼大 才三個月就這麼有效果 但是繼續長下去 不是更厲害 可以看得出效果 就表示你真的有吃到苦 這月不是要跟他說的什麼 學生變客戶 對啦 你沒說我怎麼忘記 志忠 今天早期來一次的大客戶 你怎麼知道他是什麼 他就是你以前在 六家商交過的一個學生 他的婆家企業做得很大 然後他說他們公司的賬 要交給他的老師做 拜託 我交過學生那麼多 我哪知道他是哪一課 就那個林欣慧啊 你怎麼忘記了 我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他賬得不錯嘛 對不對 老公很會做生意 生意做得很大 他現在是怎樣 要把賬給我們做 對啊 這實在是一個 很知道感恩的孩子 你看 你做了 有夠成功的 我相信 你在扭西元 你只是需要讓人家 多一點時間來認識你 你 說得有理 各位 好嗎 好了 你家最好 來 怎麼這麼快 就一位紐西蘭回來的 中台正師姐 她回到屏東 她希望我今天晚上到屏東 幫一個往生子祝念 你們車票買好了嗎 買好了 十點多的 到屏東應該是一點多 到當事人的家應該是兩點 這麼遠喔 中台正師姐 我們在紐西蘭有配合過 我覺得有必要幫助她 對啊 這樣子是應該的啦 等一下時間差不多了 好 我明天回來會打電話給你 好啦 有事情隨時要聯絡喔 好 早點睡吧 好 好 三小師姐 好 不好意思啦 還給你這個忙嗎 不會啦 我本來就想說 要煮鬼燈得很好吃 給這張家 尤其我聽你說 他一定要吃一大 那種情形 我心裡就真的就不敢了 還有啦 我真好奇 到底是什麼樣的緣分 給這張家 千里迢迢走去屏東祝念 這是怎樣 那種啊 其實喔 這幾小時回來啊 我一直有一個很驚人的感覺 我發現她喔 不需要像以前那樣子 讓我去推動她 你看 像她這一次主動去配合住念的事情啊 也不在乎是不是臨時通知啊 而且還是這樣子三更半夜路途遙遠 所以說喔 你的犧牲有價值啦 啊 不過 你會希望她再回去紐西蘭嗎 如果可以看到她在那邊修行的成果 怎麼不要繼續 而且喔 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子鼓勵她了呢 我現在又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一退為進 什麼意思啊 就是要讓她走到心甘情願 我們主動主發啊 我真的是真配合你啦 唉唷 你跟這張 跟你跟一個小孩一樣 真的耶 這張 真的就是一個小孩啦 前幾天我去祝念 進到一個好大的房間 那個房間裡面啊 好多價值連成的古董 但是那麼大的一個房子裡面 什麼人都沒有 只剩下一個外籍女優 守著那個棺木 蛤 她的嫁孫是歲了 真的不夠可憐了啦 後來我經過一個房間 終於聽到有人的聲音了 原來啊 是他們那些子孫 在為她留下的遺產 爭吵不休 唉唷 沒有人會說喔 還好要錢也走不走啦 你看 她把錢留給後世的子孫 反而讓他們去爭吵 翻臉 我就說嘛 那錢有夠厲害啦 嗯 所以我在想啊 我能留下什麼東西給我的孩子們 絕對不是一筆財富 應該是無形的道德 這個道德呢 就是正確的價值觀 這樣子才能精進我們的生命 嗯 貴妹 謝謝妳 讓我精進我的生命 應該的 應該的 你在忙什麼 醫學院一到七年級的書 如果可以把它一口吃掉 那有多好 要考試了啊 醫師執照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怎麼一副鑰匙 無所謂的樣子 這下五天啊 有這麼多要讀 根本讀不完 而且還要考試耶 因為要學家的心結 要考慮 一尾 試著 走 一尾 去嗎 你可以我為你 去看老公 你這還要考慮嗎 到這一定的 budget 你去看老公 你來考慮嗎 很快就可以读完所有的了 现在有自信了吧 谢谢老爸 继续 稍等一下 不然你们在桌上先轻轻叽叽 我菜煮好了 先吃饭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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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整理一下 好 爸 其实你在纽西兰的工作我很了解 我很佩服你 你很了解 那你说说看 其实我是听天昊叔叔讲的 我想了很久 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 叔叔说 你想要当医生 其实就是为了帮助人 虽然你一直没有机会可以当医生 可是这个想法 数十年都在你的心中 所以啊 不论是工作或是家庭 你都随时随地想要帮助人 你现在还放弃了去补习班赚钱的机会 还去纽西兰修行 目的啊 就是为了让想法提升 回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爸 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已经超过了一个医生 你比医生还伟大 乔婷 你讲得真的好 让爸爸觉得很惭愧 最近我一直很后悔 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快就放弃纽西兰的工作 爸 你是人耶 你又不是神 努力就好啊 不要勉强嘛 不对 我甚至还没有尽到一个人该尽的能力 没有理由放弃 就像你这次读书啊 乍看之下很困难 可是认真去做之后才知道没有那么困难 人最怕就是光说不略 光看不动永远不会成功的 懂吗 我知道 好 谢谢你儿子 今天给爸爸上了一课 爸 没有啦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完成一个人的能力 好好好准备考试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这个呢 是爸爸在纽西兰学到的一句话 路必须要走才能到达 事必须要做才能完成 苦必须要瘦才能消除 走吧 好深哦 多学着点 好 吃饭啊 志忠啊 这个礼拜真的都不要出门了 我答应过光临啊 要做最后的充斥对不对 妈 爸的方法真的很厉害耶 真不愧是补教明师 我们已经快读完所有的书了 那当然 你以为你爸爸补教明师的名号 在喊假的 看到光临这礼拜这么努力啊 好像也在鼓励我 我已经开始思考我未完成的任务了 你未完成的任务是什么 纽西兰的置业 你们父子之间是不是 有什么秘密没有跟我讲啊 这样子我会吃醋呢 妈没有啊 我只是跟爸有谈到他在纽西兰的工作而已 哦 是哦 那很好啊 以后你爸爸就交给你了 这种事情不能交给医生 爸爸的事啊 还是交给妈妈 你们两个在讲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我早就在你妈妈手上随便她安排了 好啦 不要再开玩笑的啦 光临啊 你赶快吃 你要吃完啊 我还有很多书要读哦 好 有愿放在心里 没有身体力行 正如耕田不播种 皆是空过因缘 我决定不再当逃兵 而是去面对挑战 不管纽西兰的置业有多么艰苦 我相信只要用心 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的 好 桂梅 你要记住哦 要常常灌溉 我们从巴崖的爱情 好 对不起 帮我一个忙好吗 好啊 你说 以后我想放弃的时候 踢我一脚 不准我放弃 是 好 很开心 好 小枫 快解释 以后事务所叫我麻烦你了 多照顾一下你了 好 没问题 您放心 一路保重 各位 再见了 保重 拜拜 拜拜 一路顺风 OK 小枫 我先回给你书记几条 稍等你了 好 小枫 以后就麻烦你了 没问题了 我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来这儿上班了 虽然说 那会计的事情我不办了 但是我可以在家里 还有事务所 双手得清晰晰晰晰 真的是委屈你了 说什么 怎么会有什么委屈 你都可以到那么远去修行了 我贡献一下自己的力量 那算什么 别客气了 我们可以有你这么好的师姐 实在很感恩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谢谢了 谢谢了 喂 爸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我的医师指导考过了 真的 光年恭喜你啊 爸 谢谢你陪我读书 编册我鼓励我 这份医师指导是你送我最棒的礼物 对 是我们共同的 爸 你声音怪怪的 怎么了 没有 爸爸太高兴了 汪婷 谢谢你 你让爸爸感觉很光荣 爸 谢谢 拜拜 好 保重 拜拜 这就是我的算盘人生 我们家的故事 晓薇啊 你怎么哭了 你有这么感动吗 我爸说故事的技术 是一流的 晓薇 听完我说的故事 你有什么体悟呢 我觉得 师伯做的每一件事 都很认真很积极 还有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那么好 却愿意牺牲舒适的生活 去人受分开的痛 把你们的爱分享给每个人 我觉得 真的好伟大 这就是师傅说的啦 跟晚做欢喜收 朋友 你听完有什么领悟呢 爸 没想到 从小就让你们那么头痛 你哦 如果是讲你的故事啊 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爸 保留一点 不要给我老气 好啊 不会啦 网友不是不会读书啦 只是环境不太适合他 所以我们趁早就把他送去国外了 对啦 其实也不是国外的教育就比较好 只是在当时有这个缘分 我们就想说试试看 没想到啊 也让光悠完成了学业 也因为他造就了我纽西兰的志业 爸 应该是我要感谢你 如果当初不是你有勇气做这个安排 我怎么会有今天的一点成就 可是你把澳洲一切的东西都放下来 回到台湾 可以说是从零开始 要从头开始哦 光悠 对不起 都是为了我 小薇 不要这样说 是我应该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下定决心回来 等到我回来以后 才发现这个选择是对的 能够回来多陪阿公阿嬷 都跟爸阿嬷相处 如果我没有回来 不知道我会错过多少家里面的事情 对了 光悠 那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如果没有的话 要不要干脆让爸爸给你安排啊 不用了 爸 妈 我已经找到一个工作了 哦 什么工作 部习班 部习班 真的是命运天注定 我爸爸以前就是当家教 他就不希望我走跟他一样的路 我呢 就跑去当会计师 然后还兼差去补习 后来就把光悠送出国 绕了一圈回来 光悠跑去补习班当家教 教人家英文 教到最后越教越好 越来越有名 但是因为啊 他有遗传到你的口才 可是喔 我还是觉得 好可惜喔 澳洲 这么好的工作要放去 对啊 他工作的银行 在澳洲是销售排行第一名 嗯 我跟你说 我们儿子实是很厉害 薪水一个月只有十几万 啊 哦 以他的条件喔 我看喔 他在台湾找一个工作 银行的工作也是很简单的啦 我也是这样说没不对啦 不过啊 我们儿子有开两个条件 一个是说 希望她的女儿 不要过去欧洲啦 小薇不过去 就是光悠要回来啊 第二条件啊 就是说 希望光悠不要去银行上班耶 一堆人都抢破头要去银行工作耶 个人有个人的观点 看重的方向不同 还好他很尊重我们做会计师的 我也认识你们亲家啊 要开机马店啊 秋菊师家啊 文明师兄啊 人都很好耶 也真好怕胜喔 现在你们两家变亲家 真的是天作之和 阿杰啊 我听说 他们后生也是煮银行 就回家的 才能够在家里 够在店 那这样 亲家的意思 还不是希望 光悠能对志宗 去做会计师 将来能够在家里不送啊 人家的小孩听话啊 哪像我们家光悠 完全不听我的安排 啊 这说起来 也是很趣 冬村的光悠啊 就是不需要志宗 替他安排分析 还要说这个小威 电动是志宗 他去安排 他们两个才是谁呢 这银言都煮好好的啦 我准备好几个给他挑 包含小威喔 他看到小威一见钟情啊 其他都不予考虑 哎 现在啊 就是希望光悠可以想清楚啦 光是靠一个补习班 来维持家庭喔 真的是很辛苦耶 最好是可以回来接事务所啦 光悠 我真担心将来你会怨我 害你放弃澳洲的工作 怎么会呢 这里是我的家乡啊 而且 和你共同组织家庭 就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 我不会怪任何人 补习班的工作 和你以前银行的工作差很多 你还习惯吗 还OK啦 但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 我想补习班可能还是不太够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再找一份工作 今天就做 你为什么不去你家的事务所工作呢 这 我是不想要靠我爸妈啦 偷偷跟你说 当初我爸决定把我送出国的时候 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 终于不用再受到我爸的控制了 嗯 我觉得师伯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任何难题只要经过他的指点 一定会变得更加的顺利 那时候是你年纪小 不懂事 也是啦 但是我都独立生活十八年了 我自主惯了 更不希望他们来感受我的生活 我看过很多跟你一样的人 口口声声说 不愿意长辈管 想要自己做主 如果是为了学习独立磨练经验 当然好 但是 不需要故意和长辈分得那么清楚 换一个角度想 如果他们老了 一定会需要我们的协助 不然他们辛辛苦苦 把我们栽培到这么大干嘛 你说的也有道理 其实 其实 当初我在澳洲的时候 又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 没有办法决定 我还需要打电话请教我父亲 所以 也不能算是完全没有依赖我父母 只是 不想被人家看清 说什么 我是靠爸一组 怎么样 很有刺激喔 是很傻 为什么很傻 因为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好啊 你何必管别人讲什么 本来每个人孝顺父母的方式 都不一样 你看 很多人抛弃都市生活 回到家乡跟父母种田 摆摊子啊 传承家业啊 你真的很感人 很感人吗 那 所以 假如我回去我爸事务所上班的话 你不会嫌弃我 当然啊 你看 我哥哥和弟弟 都回去父母的军事店帮忙 这样等于让他们找享福 不是很好吗 好 简都这么支持我 那我就不去找其他工作了 我直接回去叫我爸 老板 哈哈 哈哈 你要融入大家的生活 每天几点上班 几点休息 都要照规定来 万一有时候我我有事情想要请假怎么办 那就照规定请假啊 事务所有事务所的制度 不能因为你是我儿子就破例啊 按照规定 没问题啊 我是怕你对我的要求比别人严格 儿子啊 如果我对你的期望比别人高 那是你的特权啊 因为你总有一天要接我的位子 你学的东西当然要比别人多啊 对不对 明白 好 来 爸爸这个给你 这个东西啊 是你阿公给我的 他给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也要讲给你听 这个算盘对阿公 对我 对你来讲 不是数字而计算 是爸爸传给儿子的精神 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守规矩 守传统的精神 就是我们家的精神 家庭与亲情 知道吗 大家 有人要喝咖啡吗 我可以帮忙泡哦 我 我 好 马上来了 光药 我来帮你 来 没想到有一天你会坐在这里 是啊 凤姐 我还要请你多多照顾我 没问题啦 别客气 我还记得小时候 你跟光药常常在这里出出热热 时间过了很快 对 这里的风景真好啊 还记得你小时候 我们就把爸爸时间放到这边来 我还得到礼物耶 爸 其实我一直在怀疑 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 光药你呢 我没有在想这个 我在想这个山 感觉没有之前那么高利 但是你们长大了 已经征服这座山了 我们父子三人啊 再找一座山 你们带着你们的小孩 我们一起征服他 爸 你好像永远都不会累 对啊 不敢做什么都很有自信 那是因为啊 我更有自信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两个 一个传承了我的家业 一个完成了我未完成的愿望 好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谢谢 爸 等一下我之前 都不了解你的苦心 谢谢你 你现在在事务所没关系 可是你要考会计师 还很担心 知道吗 嗯 光药 你现在虽然是做愿心啊 也不过理由我是你 你不是我 可是阿爸还是要谢谢你 完成了我的心愿 爸 又不是全世界每个人 都可以完成小时候的梦想 对啊 我之前还立志做一个演员耶 谁知道会得当快计师 光药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想当演员啊 在学校演得太烂了啦 打个比方开玩笑的啦 有句话说得好 好餐地不如好煮地 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父亲这个角色 责任最重大 因为我必须传承爸爸良好的管教 也要把管教的权杖 传给我的儿子 这个权杖 是我靠修行得来的 特别珍贵 本月的大学 也要把你带到我 我先去看你 那边 你看我 因为你带到你 你带到你 我先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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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片随破逐流的落叶 又是奔破 又是盘旋 又好像辗转万年的河流 又像未知的旅程 我一路飘向海角 我一路流向天边 生命的记忆如此多变 或许一切只能随缘 就像一朵随风飘逝